阻挡救护车的事件多半是因为前车不肯礼让 但是男头草屯竟然出现了这样拦救护车的男子 他呢用招计程车的方式竟然是跑到大马路的中央 来拦截正在执勤的救护车 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 每次都说要请救护车送他去农会 这是怎么回事 救护车鸣敌赶往医院 车上载着一名车祸受伤的患者 不料半路突然杀出一名挡车哥 站在路中央伸手拦阻救护车 救护车因为男子的阻挡 停在路上约六秒之后才继续前进执行任务 还好没有延误伤患就医 第一次他能从安田岛里面窜出 那第二次的部分比较离谱 就是我们救护车执行的情路 在行驶中他跑过来拦我们救护车 再看一次 男子在路边远远看见救护车鸣敌而来 就走向路中央 伸手拦救护车 真的是相当的危险 虽然他已经是累犯 但附近的民众却说没见过这个人 消防队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把救护车当成随朝随停的计程车 尤其是执行勤务时 如果一耽搁 车上的伤患可能会因此而受到生命的威胁 记者陈家贵黄总盈南投报导